誰掌握話語權 誰定天下之大局 歡迎收看謙秋論 我是賴岳謙 中國有沒有可能主導 聯合德國法國 來調停俄乌戰士 我覺得有可能 但是有一個先決條件 什麽先決條件 就是烏克蘭要徹底的認清楚 北約歐盟不可靠 英國美國這兩大主戰國 主戰國對烏克蘭帶來的 是厄運 惡夢悲慘悲劇 不能夠依靠他們 應該要回到歐盟 中國這邊來思考問題 這樣的情形 中國當然就可以出手 來調停這個整個戰局了 所以前先決條件是在這裡 為什麼這麽說呢 各位你想想看 現在的證據情報越來越明顯了 因為歐盟也好 北約也好 他們的政治領袖越來越肯說實話了 這些實話就是我們之前在節目中 跟各位做分析我們的推測 我們的推斷都得到證明了 歐盟的最高外交代表他承認了他說我們歐盟犯了一個錯 我們不應該給烏克蘭承諾說他可以加入北約 也不應該給烏克蘭承諾他可以加入歐盟 所以我們錯失了把俄國拉進歐洲的一個機會一個機會之窗 我們把這個門關上來了 所以我們犯了這個嚴重的錯誤 您看 您記不記得我在上一次的千秋論裡面談到了小三的這個比喻 也就是北約美國歐盟他們一直在勾引烏克蘭 因為他們是小三 而美國英國等他們跟俄羅斯是敵人 是敵對的 所以烏克蘭一旦加入了另外一個一邊的陣營 這個對於俄國就非常的不利 而俄國當初在烏克蘭投下不少的心血 這個包括了為烏克蘭而戰死的幾十萬的軍人 也就是在二次大戰跟德軍三百萬的交戰 這也會使俄國在烏克蘭投下去的 不知有多少數計的這些重工業發展的科學資金跟技術 這也包括在烏克蘭脫離蘇聯的時候 俄國供應烏克蘭的多少的天然氣跟石油 很多的賬俄國都一筆勾銷 得這一些付出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對俄國人來說 他的損失實在是太重了 付出那麼多 挽不回一個救情人的心 而這個救情人卻去投靠他的敵人 而他的敵人卻要置他於死地 因為北約一直不停的擴張 一直壓迫到俄國的安全而且一直在俄國的周邊的國家發動顏色革命 例如說對哈薩克也好 或是對於白俄羅斯都在發動顏色革命 要把俄國緊緊的圍住 讓他沒有辦法生存 沒有辦法撫西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這個悲劇發生了 這個就是美國英國等這個小三他們在勾引 給他給烏克蘭很多的承諾 但是問題就在於 等到事件發生以後 也就是 救情人 霸凌 因為我用霸凌這個字了 其實霸凌是不應該 我再強調舊情人對於這個他的情人霸凌恐怖情人的時候 結果他的小三勾引他的小三給予他一堆承諾的小三 說我對你的承諾堅若磐石 我一定會保護你 我一定會協助你 你不用怕 你放膽的跟我來的時候 這些希望全部都落空了 北約美國飛彈不肯保護烏克蘭 飛彈完全不肯保護 不肯出兵 甚至連烏克蘭說 您幫我設個禁航區吧 因為我的地面部隊都挨打 我希望空中是安全的 俄羅斯的軍隊的飛機 沒有辦法在我烏克蘭上空飛 也不敢 然後甚至 烏克蘭說我需要飛機 你給我飛機吧 而北約的這些國家推山主事 尤其是英國跟美國 一直去慫恿東歐的國家 送飛機給烏克蘭 那東歐的國家覺得說 我又沒有那麼笨 我又不是那麼沒有那麼愚蠢 我今天把我飛機送到烏克蘭 那俄國就打我 我怎麼那麼笨 我才不會做的 要做你做 結果我們看到匈牙利等 羅馬尼亞這些國家都拒絕 他就找到了波蘭 波蘭想了半天想出一個辦法 說那這樣好了 我把飛機送給你美國 我飛到美國 在德國的軍事基地 由你美國送到烏克蘭去 結果美國也不敢幹 英國也不敢幹 英國美國都叫別人送 自己都不肯送 那即使波蘭說我把飛機送給你美國 再由你美國送給烏克蘭 美國也不肯 我想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烏克蘭應該要知道北約不可靠 應該要徹底的明瞭 北約你應該要死心了 你要對他死心了 不再相信他了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三月十一號 歐盟的領導人呢 在凡爾賽召開一個峰會 就是歐盟的峰會 而其一個國家 討論的烏克蘭的重大的議案 因為烏克蘭提出一個緊急的申請 加入歐盟 結果呢 歐盟的領袖們 討論的結果說 此時不宜加入加入對於歐盟來講 問題影響太大 但是我們會支持你 我們會對你表示同情 我們會知道你的感受 但是你現在不能加入 因為排隊的很多 你不能這樣插隊 又給你一個希望 但是又婉拒 而是在烏克蘭最危險的時候 婉拒了 你想想看這個不是跟北約的秘書長 講的話一樣嗎 北約的秘書長說 北約有權 烏克蘭有權 愛加入哪裡就加入哪裡 誰都不能夠阻止 誰也不能反對 可是當烏克蘭提出來的時候 北約竟然阻止了 北約竟然拒絕了 你不是有權 可以讓他加入嗎 結果你卻竟然拒絕了 難道烏克蘭還看不清楚嗎 歐盟你也有權呢 結果你也拒絕了 難道到這一點還看不清楚嗎 所以當這兩點都看清楚了以後 烏克蘭應該要知道 北約不可靠 你要加入歐盟也不可能 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你應該要去思考 你目前的戰事是有利還不利 目前所有的軍事專家 尤其是歐美的 這些軍事有決策力的 也就是說他們的軍事情報是比較豐富的 這些人他們認為戰爭開打到現在這兩個多禮拜以來 俄軍還有九成五的戰力就是百分之九十五的戰力是良好的是完整的 所以俄軍只耗損了百分之五的戰力喔 也就是說俄國如果投下的二十萬的軍人他耗掉的也就是百分之五而已 而烏克蘭幾乎空軍都沒有了 海軍也沒有了 烏人機一些 而他的地面的坦克裝甲部隊已經被摧毀了一千多量 還有他的防空系統S300的防空系統被摧毀了幾百具 他的這些火箭彈也被摧毀了幾百具 所以對於烏軍來說的話 他佔大的戰略武器 其實都已經被耗損了絕大部分 因此 烏軍你很明顯的看到 他處於一個非常被動的一個地位 一個非常被動的地位 而他所聚首的村落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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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失 他所聚與完抗的一個城市 一個城市一個城市被打下來 更何況他現在靠近羅馬尼亞 靠近波蘭的這些軍事基地 也就是北約的國家可以運送武器給 烏克蘭的這些軍事基地 也在被俄羅斯摧毀中 所以這個軍事抵抗 坦白說整個戰略的態勢已經 抵定了烏軍要反敗為勝 要把俄羅斯的軍隊驅逐出去 我看難度是很高再強調 因為打到現在 俄羅斯還保存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戰力 而烏軍至少則一半以上 他的空海都沒有這個能力了 防空的能力也越來越弱 的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我們看到俄軍其實在縮小包圍圈 一個政治領袖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做一個政治決斷 沒有任何外援 而且外援也不可能進來的情形下 你說一些國際傭兵一兩萬人 各操各種語文 他們怎麽樣投入戰場 那在戰場中 他們怎麽樣去協調 協同作戰 而你的戰事處於越來越不利 死傷的人數會越來越大 整個城市的破壞性 會越來越高的時候 而最終還是會戰敗 因為這是所有大部分的 歐美的這些軍事領導人 所判斷的烏軍會全面潰敗 既然他們的推斷會全面潰敗 那找一個停損點是政治領袖 可以做的事 不是投降 而是一個停損點 換言之也就是承諾永久中立 承諾非軍事化 那也就是把他列為非戰憲法裡面 說不再 組建一個強大的武裝力量 不再讓 任何國家的軍隊進入烏克蘭 而且也不能夠 讓各個國家 尤其是美國在烏克蘭建立 深化武器的這個基地 我覺得很多的情況是必須要橫於現實 對於克里米亞半島在歷史上 他確實是屬於俄羅斯的 這個時候烏克蘭確實是該放手了 對於敦巴斯地區 我覺得烏克蘭 島可以採用魁北克的模式 也就是高度的自治 他可以派外交代表到各國去 那給予高度的自治的情形下 我覺得 俄羅斯語跟烏克蘭語同時並行等等 這樣的一些舉措 對 烏克蘭不會是一件壞事情 如果烏克蘭如果能夠確實的體認到 北約不可靠英美的主戰 只會使烏克蘭傷害更大的話 不要忘囉 英國人連你烏克蘭的難民都不太願意收 一萬七千多個難民申請去英國 這是還是舊資料喔 英國到今天只批准了五百多人 不到七百人 您就可以知道英國是有多麽的 不情願接收你的難民 連你的難民都不肯收 怎麽可能會承諾你的馬歇爾計畫 幾千億美元的馬歇爾計畫 他怎麽可能付得出來 他怎麽可能付 如果英國真的肯付 就請他現在國會通過這個法案 把錢先撥出來放在烏克蘭的基金 撥個一千億美元嗎 先放在烏克蘭基金怎麽可能 英國絕對不會幹這個事 美國也不會幹這個事 美國說他支援烏克蘭戰士一百多億美元 結果都給誰 都給美國的軍隊 所以他不會給你烏克蘭的 烏克蘭要徹底的死的心了解英 英美人的企圖暫時再拖下去傷害 就是烏克蘭人如果 責任斯基確實體認到這一點 中國確實可以介入了 可以調停了 因為調停 是要能夠確保 違約者另外一方要受到懲罰 而調停者是必須要有籌碼 也要有立場對違約者進行懲罰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喔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要中國出馬並不是沒有這個條件 而是烏克蘭自己本身要認清楚 客觀的環境 認清楚了以後 調停的工作就容易了 所以中國可以聯合 德國法國在俄烏的戰事上 進行調停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做到的 這樣的情形下德法也可以推動解除對俄 俄羅斯的很多的制裁 讓歐洲又恢復到和平經濟發展的一個時代 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 好 臺灣的時間早上十點鐘 我們準時播出 謝謝各位也歡迎各位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您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